你男朋友,把你绿了 眼前的女人叫胡文 一下班准备去接男友的他 却接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胡文奇怪地反问对方 是不是打错了 他和他的男朋友相恋七年 感情非常好 电话那边的神秘人却告诉他并没有打错 并让他从现在开始 拨注意他男朋友的言行 说吧,神秘人便挂断了电话 而电话的另一边 胡文也是很奇怪 觉得这个电话莫名其妙 随即他便将手机往兜里移放 加快脚步去接男朋友下班 突然胡文脚下一滑 手里的饭盒也飞了出去 不仅把面前的女人撞倒了 饭菜也撒在了女人的衣服上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注意弄脏了你的裙子 胡文看到了眼前的一幕连忙道歉 没关系,你没事吧 而眼前的女人也没在意自己的衣服脏了 站起来伸手准备扶胡文起来 我扶你起来吧 此时的胡文还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 就是那个让自己咬牙切齿的第三者 维希希 胡文起来后也是向维希希进行了道谢 并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维希希也表示不用在意 随即便转身离开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胡文和他的男朋友赵卓凡 也躺在了床上 准备休息 在休息前 两人正在各自玩着手机 这时 突然赵卓凡的手机突然响起了微信的提示声 赵卓凡听到声音 没有说什么 而是默默转身 侧躺躺躲避胡文的视线 并打开了微信 明明只是一个微信消息 却要被过声回复 胡文也开始意识到男朋友有点反常 宝宝 快十二点了 该去洗澡了吧 想到这 胡文提醒赵卓凡去洗澡 赵卓凡也是敷衍的 和胡文说马上去 过了一会 赵卓凡就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准备去洗漱 而此时的胡文 也因为男友的异常表现 以及早上的电话 对男友产生了怀疑 于是便起了好奇心 想要窥探一番 深夜 胡文辗转反侧睡不着 终于他下定决心 起身下了床 走到床边 拿起了男友的手机 拿起赵卓凡的手指 把手机解锁 随后走到另一个房间 翻起了微信的聊天记录 在一段时间的翻找后 他发现了一个昵称叫 维希希卑微的可疑 ID 然而 在打开聊天界面后 聊天记录却是一片空白 奇怪为什么 唯独这个维希希的聊天记录被清空了 胡文意识到了 有问题 随即打开了维希希的朋友圈 点开了照片 赫然发现 居然是自己白天撞到的女生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他 维希希和赵卓凡 肯定有问题 随即 胡文便开始搜索起了赵卓凡的详细资料 胡文通宵翻看了赵卓凡的微博 评论所有关注 点赞都没放过 最后 在一条评论过万的微博里 胡文看到了 那个叫维希希的女人 暧昧的app了赵卓凡 为什么他会和他这么暧昧的互动 胡文又惊又气地看着两人的互动 随即胡文决定冷静下来 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而打开维希希的微博 第一条就是在炫耀 与某人在丽江的小时光餐厅吃饭 丽江 胡文看到这个地名 感觉有点熟悉 元旦的时候 赵卓凡去了丽江出差 胡文瞬间明白了 所谓的出差 不过是赵卓凡和维希希的约会旅行 想到这胡文颤抖地打开了点评软件 找到了这家餐厅 不停地按着时间翻找着评论区 最后 在一个路人的点评里 看到了被无意拍进去的赵卓凡和维希希 两人正有说有笑地吃着饭 看到这胡文再也控制不住怒火 快步跑回房间中对着 还在熟睡的赵卓凡喊道 赵卓凡 你给我起来 说着便走到床边 一把揪住赵卓凡的衣领 继续质问道 维希希是谁 你们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出轨了 你们元旦是不是一起去立江了 你说呀 你说呀 胡文一边问着 一边流下了眼泪 赵卓凡看到眼前的女友 一句话都没有说 过了许久 终于赵卓凡开口了 对不起 文文 我不爱你了 随着赵卓凡的话语 胡文愣在了原地 不敢相信 过了一会 颤抖着把手从赵卓凡手上拿了下来 就这样 两人在这一天分手了 分手后的一个月 胡文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 宛如行尸走肉 他从和赵卓凡一起租的房子里搬了出来 暂时住在闺蜜家 由于在三后选择删除了赵卓凡的联系方式 康元 微信删除好友之后 还可以加回去吗 对方会不会发现 在删除好友后 又紧张地问闺蜜 会不会自己的行为被发现 胡文开始不停地做一些反复无常的事情 在浏览器搜索如何报复渣满 想了想又删掉 改成了如何挽回前任 打垮小三 去豆瓢加入各种关于失恋的小组 挽回感情的办法 然而胡文一个人在厕所时 却又想着和前任复合 想着想着离开了厕所 赵卓凡 求求你了 为什么还不来找我 难道七年感情都为了狗吗 我想和你复合 说着胡文倾向了闺蜜康元 胡文 我不是你老公 鼻涕蹭我身上了 康元急忙推开胡文 劝他冷静点 复合你妹啊 他已经走了 他离开你了 你清醒一点 这时胡文才意识到 眼前的人不是自己的前男友 冲动之后 又陷入后悔和自责中 随后又拿出手机 搜索了赵卓凡的微信号 康元看到了胡文 又打开了赵卓凡的微信 不由地问道 要加回来吗 当初就不该删掉 现在又后悔了吧 胡文也是嘴硬地说 谁说的 我才不会吃回头草 康元听到胡文这么说 也是无语地说 得了吧 你不敢加他 是怕他拒绝吧 胡文听到了康元的话 沉默了下来 仔细想想 感情就是谁 投入得越认真 就越容易输得一败涂地 想到这胡文又问向了康元 哎 康元 我是不是真的很失败 也是 比起维希希 我实在太差劲了 没等康元回答 胡文又自我嘲笑着道 而我 是个结结败败退的Luther 想到这胡文打开门 离开了房间 回到自己房间 胡文玩着手机 玩了一会 便丢下手机 准备睡觉 可是睡不着 便在床上翻来覆去 打起滚来 可是还是放不下赵卓凡 不由地起身 大骂他是个人渣 过了一会 又眼泪汪汪地想 就算是人渣 还是想和他复合 就在这时 胡文的手机响了 来了一个显示未知电话的呼叫 胡文带着眼泪 疑惑地接起了电话 你好 还是我 来电的赫然是之前提醒他 注意自己对象的女人 你想不想 来次前任反击战 女人诱惑着胡文进行报复 怎么又是你 你到底谁啊 胡文紧张地问道 心里也燃起了报复的欲望 电话那头 女人并没正面回答胡文的问题 而是告诉他 可以帮他击垮小三 挽回前任 然后再狠狠地甩掉他 并问他要不要试试 什么鬼 我再问一遍 你到底是谁 胡文被对方始终不正面回答问题的态度气到 生气地又问了一次对方的真实身份 电话那头 神秘人摇晃着酒杯 看着落地窗外 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你好 我也叫胡文 是十年后的你 听到了对方的回答 胡文愣在了原地 想起了自己七年前在银杏树下的海石山盟 以及近几年的点点滴滴 我发誓 以后若是背叛你 就遭天打雷劈 那时的赵卓凡还信誓旦旦的发誓会永远爱他 而后来 两人大学毕业了 胡文还获得了 去国外顶级服装设计学院深造的机会 为了爱情 他没有出国 而是来到北京和赵卓凡一起打拼 胡文找了份相较清闲的文秘工作 和服装设计师这个梦想渐行渐远 为了省钱 两人住在不足20平米的合租房里 每天下班 胡文都会送饭到赵卓凡公司 而他也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 也对两人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盼 老婆 我就要尽身为经历了 谢谢你一直默默地在我身后付出 很快 赵卓凡也升职了 胡文也期待着 穿上自己设计的婚纱 和他步入婚姻的殿堂 宝宝 给你个惊喜 之前我们父母见面 不是商量着 今年就结婚吗 你看 我自己把婚纱都赶制出来了 还好大学学的东西都没丢 婚纱 挺好看的 不过现在还用不上吧 赵卓凡面露男色 打断了胡文的话 对了 我还有个报表要做 我先去客厅加班哈 说着 就以工作为借口 结束了两人的对话 其实那时赵卓凡的表现 已经有点不对劲了 而最后 分手时赵卓凡说的话 也击碎了胡文 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不起 我付出了七年的感情 换来了这三个字 在赵卓凡提出分手后 胡文哭着问道 而赵卓凡也是解释 自己早在三个月前 就提出了分手 是胡文死活不同意 胡文也是不可思议地 看着赵卓凡 他一直以为是在和他开玩笑 赵卓凡也是认真的表示 自己没有开玩笑 是真的不喜欢胡文了 胡文也是被这个消息冲击的 不知道说什么 他终于认识到 自己失恋了 回到现实 听到胡文没了动静 十年后的胡文 便继续开始 教他报复的方法 你现在要在前男友生活里 彻底消失 消失 你疯了吧 胡文连忙到他 如果继续求复合 还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挽回 如果彻底断了联系 复合的几率就是零 不 恰恰相反 会变成百分百 十年后的胡文 又点出现在的胡文 做错的地方 拉黑微信又加回 半夜赌门求复合 只会让对方更讨厌你 结果就是越来越讨厌你 所以 接下来 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说罢便安排起下一步的动作 爱情里 两个人都需要各自不断提升自我 才能势均力敌地互相吸引 换句话说 请打扮自己 且人格独立的女孩 容易获得更多桃花 而不思进取拉里拉他的丑女人 连烂桃花都没有 要反败为胜 首先需要彻底改变你的衣着 发型和妆容 随着最后的妆容的完成 胡文也是变了个样子 眼前光彩亮丽的他 和以前判若两人 而此时另一边 谢帅正带着他的两个朋友 准备去夜店 边上两人也是不停地夸着谢帅 发了好几篇医学科研文章 近生有望 谢帅也是告诉两人 今天的消费他包了 快步走向了夜店 各位好 今晚恰逢我们周年店庆 所以 接下来将有一个特别的游戏环节 夜店内 主持人正在活跃着气氛 宣布 今天是周年庆 马上夜店会有个特别的游戏环节 最后赢家会获得4999元现金大奖 而夜店内的气氛 也是迅速活跃了起来 而夜店的角落 胡文略微有点紧张 坐在卡座中 他现在在这里就是十年后的自己安排的 然而并没人来找他搭话 感觉尴尬的胡文 便准备起身离开夜店 舞台上主持人表示 会通过灯光师 随机抽取几对男女玩家 上台玩游戏 并示意灯光师开始选人 而此时的胡文 正好走过灯光 被选中了 胡文连忙拿包挡住了自己的脸 希望不被选上 而同样在夜店里的谢帅 发现了胡文很紧张的样子 于是向着主持人挥手示意并说道 他好像有点紧张 我可以申请和他一起玩游戏吧 主持人也是马上表示没问题 于是谢帅穿过了人群 向着胡文邀请道 你好 我叫谢帅 可以邀请你一起上台玩游戏吗 啊 我吗 好吧 胡文犹豫了一下 选择答应了谢帅的邀请 就这样他和一个陌生男人上了台 这时 主持人看到人齐了 也开始介绍起了游戏规则 每一队参与者 都要嘴对嘴隔着一张纸巾 将纸巾运送到舞台另一侧 用时最短者获胜 但胡文内心没有想象中的抗拒 反而生出一丝窃喜 原因很简单 他想报复前任 要证明 即使离开了他 一样有别的选择 游戏开始 随着主持人的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开始了 谢帅也是安慰胡文不要紧张 就这样 胡文认识了这个叫谢帅的牙科医生 他薄薄的嘴唇轻轻落下 我能感受到他礼貌而有分寸地在亲吻 不得不承认 我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年轻的 炽热的 温柔的 如置身梦境般舒适 不愿苏醒 让高楼凌厉的钢筋水泥 也变得柔软起来 一切情绪都在深夜里 变得暧昧而迷幻 谢帅也准备带喝醉的胡文回家 瞪大了眼睛 行啊你 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大的房子 也不告诉我 啊 胡文喝醉了 将谢帅当做了赵卓凡 一边哭一边问 究竟还瞒了他多少事情 谢帅看到眼前喝醉了哭着的胡文 不由得有点尴尬 于是一把抱起胡文 准备带他去房间睡觉 而胡文却一直在挣扎 不要睡觉要人陪着 谢帅好不容易将胡文放到床上后 却被胡文一把拽住了领带 胡文哭泣道 赵卓凡为什么要抛弃我 你不是说会爱我一辈子吗 不要丢下我 求求你 别抛弃我 我爱你 第二天醒来 胡文神色紧张地坐在床上 拨通了十年后自己的电话 我和他发生关系了 上来胡文就说出了 昨晚他和谢帅座 我从来没有和陌生男人约过呀 怎么会这样 第一次 我人生第一次 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胡文焦虑地将枕头砸来砸去 发泄了一会冷静下来后 急忙向另一个自己问怎么办 这件事情呢有好有坏 十年后的胡文一边安慰胡文一边分析了起来 从你的描述判断 这个谢帅 是个非常有魅力的男生 这是个好消息 但坏消息是 你在他印象中 是一个很随便的女孩 那又怎样 我根本不关心 那个医生喜不喜欢我 胡文激动地向着另一个自己说道 我只关心赵卓凡 会不会和我复合 你这个骗子 你之前不是说要教我怎么和他复合吗 未来的胡文皱了皱眉 你现在最关心的应该是你自己 毫不客气地数落过去的自己 你看看自己现在失魂落魄的样子 谁要和你复合呀 好 你既然想知道怎么复合 我现在就教你恋爱吸引力法则 胡文打开资料 第一条就是千万不要联系前任 什么破理论 怎么可能不联系 胡文生气地把手机一摔 挂掉了电话 如果不联系赵卓凡的话 两人更加不会复合了 想到这胡文一把抱住了枕头 不停骂赵卓凡混蛋 而另一边的胡文看到自己挂断了电话 也是知道肯定后面还会回来找到他的 第二天 胡文约维希希出来见了面 再向维希希表明了 自己是赵卓凡前女友的身份后 维希希一脸惊讶 并表示赵卓凡从来 没和他说过自己有女朋友这件事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 这太突然了 维希希连忙向着胡文道歉 少TM装了 你自己做了小三会不知道骗谁呢 胡文一把拍开了维希希的手 你元旦的时候就和他去丽江了吧 胡文冷脸质问道 元旦 我们是一起出差了 维希希紧张地回道 好 出差 听到维希希这么说胡文 生气地拍桌子站了起来 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那这照片怎么解释呢 为什么你在喂他吃东西 维希希看到照片 紧张地想了想 畏畏缩缩地说 这是我们几个同事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你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旁边还有几个人的 胡文来之前 做好了和维希希吵架 甚至打起来的准备 可是维希希手足无措的样子 让胡文自己乱了阵脚 而胡文认为自己在维希希面前步步紧逼的样子 像急了一个恶毒的泼妇 对不起 我回去会和他好好谈谈的 我会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维希希紧张地向着胡文说 自己会回去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 胡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你夺走的是我八年的青春 八年的感情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胡文神色激动地反问道 如果不是你出现 他就要和我结婚了 我要的不是什么破解释 我只请你和他分手 话音刚落 胡文一把推开了旁边的凳子 重重向维希希跪了下来 求求你 离开他 可以吗 求你了 维希希看到这一幕猛了 连忙劝胡文赶紧起来 求求你 可以吗 胡文流着泪求道 说罢便俯下头 低声抽气起来 和维希希不欢而散后 胡文行尸走肉般地 游荡在城市街头 而另一个自己 也在说着他行为的不理智 街头上 一对对情侣十分亲密 而胡文只觉得格格不入 胡文心如刀割 慢慢地蜷缩蹲了下来 这时一双熟悉的鞋子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你怎么了 眼前的人一边递给他纸巾 一边问道 胡文抬头一看 正是昨天带他回家的 谢帅来找他了 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看到谢帅伸出来的手 胡文哭着问道 我不需要你的可怜 胡文说着自己站了起来 谢帅看着眼前哭泣的胡文 眼神有些动漏 不是的 说着谢帅伸出了手 温柔地抚摸着胡文 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 胡文感受着谢帅手上的暖意 停止了哭泣 两人对视在了一起 我只是和你一样 也失去过最爱的人 谢帅说出了 自己放心不下来找胡文的理由 胡文哭了出来 在分手后 终于有一个可以理解自己的人 两人开始聊起了各自的过去 八年前 胡文第一次见到赵卓凡 是在高益新生典礼上 大家好 我叫赵卓凡 卓越的卓 不凡的凡 作为高三年级的第一名 赵卓凡给新生做了欢迎演讲 他高高瘦瘦的 皮肤有些黑脸上 带着无比坚毅的神情 也是那一天 阳光洒在他棱角分明的脸庞上 让赵卓凡在胡文心里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后来 胡文就开始有意无意地观察他 发现他和别的男生不一样 别人在嬉闹时 他只是安静地看书 他的校服 总是洗得发白 带着清淡的洗衣粉味道 胡文无可救药的 喜欢上了他 学长 我是高一六班的胡文 可以请你帮我看看这道题吗 终于有一天 胡文鼓起勇气 在阅览室 向赵卓凡搭起了话 赵卓凡也是答应了下来 那时候的胡文 会找很多题目 故意和他套近乎 让他帮自己补习 而他并不知道 那些题目 其实胡文都懂 他的行踪和所有信息 胡文全都知道 比如 他为了省钱 总是等大家都打完饭 才不紧不慢地去食堂 只点最便宜的米饭和青菜 而胡文 制造了无数场偶遇 和赵卓凡一样 点了最便宜的套餐一起吃 在无数次偶遇后 两人在一起了 既然你这么喜欢跟着我 那就做我女朋友 跟着我一辈子吧 赵卓凡主动向着胡文表白 高考之后 赵卓凡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 而两人也正式开始了异地恋 每天两人都互相通过电话联系 分享着各自的日常 高三时 胡文外出集训学画画 考设计专业 每天画画到凌晨 赵卓凡都会在QQ上陪着胡文 等着他一起睡觉 胡文在武汉一考时 放寒假的赵卓凡来陪他 那时天天都下着大雪 他也依旧每一场考试都在考试院门外 等着胡文出来 卓凡 你以后别等我了 每天早晚都等两个小时 太冷了 胡文也是很心疼自己的男朋友 可我也担心你会冷啊 赵卓凡说着抱住了胡文 那时候的胡文 笃定的坚信 赵卓凡就是他以后结婚的对象 再后来 胡文考上了大学 只是赵卓凡依旧在北京 而他在上海 两人依旧保持着每月的联系 赵卓凡每个假期会去实习赚学费 而胡文每次都会去北京陪他 那是两人一年里不多的见面时光 偶尔单位里发的好吃的 他也会特意留着带回来给胡文 两人为了省钱 住在一间条件极其简陋的地下室里 但胡文却不觉得辛苦 甚至庆幸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他 还有个好消息 我表现很优异 公司说等我毕业后 要正式签约呢 很快 赵卓凡带来了好消息 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畅想着未来 当时虽然条件不好 可胡文却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 最最最幸福的人 所以 我真的不想失去他 说完了两人的过往 胡文忧伤地说 我真的很爱他 你说你也失去过最爱的人 那他 胡文说完了自己的故事 好奇地看向谢帅 谢帅 愣了下 淡淡地说道 他死了 胡文连忙道歉 表示不是故意冒犯的 谢帅沉默了片刻 向胡文讲起了自己的过去 谢帅 我们分手吧 继续下去 彼此都痛苦 六年前 他的女朋友 主动提出了分手 听到了女友的话 谢帅试图拉住女友的手 挽回他 哲亚 别走 和胡文一样 他也在求对方 不要离开他 对不起 哲亚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对你乱发脾气了 不要离开我可以吗 谢帅一把抱住哲亚道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 另一个黄毛男人 来接哲亚了 哲亚一把抱住了来人的手 谢帅握紧了拳头 快步上前质问 你和我分手 是因为他吗 原来你一直嫌弃我幼稚 也是因为他吗 他比我更有钱是吗 还是他在床上 把你伺候得更舒服 听到这 哲亚终于忍不住 给了他一巴掌 可是两人的误会 还没完全解开 哲亚就突然出了意外进医院了 谢帅只能在手术室外 祈祷哲亚坚持住 希望他不要再抛下自己 能手术成功 不要再离开我 谢帅一人 在手术室外祈祷 他离开我六年了 手术失败了 谢帅略带忧伤地 向胡文说 而另一边的奶茶店中 维希希正和赵卓凡谈着话 卓凡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胡文问向了赵卓凡 啊 我能瞒你什么呀 赵卓凡打了个哈哈 你的前女友 胡文他来找过我了 赵卓凡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他说 你还没和他分手 就和我在一起了 是真的吗 维希希看向了赵卓凡 嗯 胡文的确是我前女友 赵卓凡看事情瞒不过 解释了起来 到我在追求你之前 就和他提出分手了 三个月前 我和胡文提了分手 可他却用了各种偏激的办法 来阻止我离开 比如 去我朋友那哭闹 到我父母那施压等等 家里人也是很反对 我和他分手 学生时代的恋爱很简单 只要两个人彼此喜欢就好 可不如社会后 生活的琐碎和现实的压力 都会让彼此没有了喘气的空间 比如一双旧鞋子 我都准备扔了 胡文还准备洗洗留下来 我工作穿太旧的鞋子 很没面子 并且 我一直都希望 他可以把重心放在事业上 他却只是口头上答应 从未想过真正改变 慢慢的 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 越来越少 我也劝过胡文 不要注意力放在这些事上 他又不是我妈 但他却说 我为你牺牲了那么多 结果你总是在挑我毛病 嫌我烦 你真的爱我吗 他甚至会用很极端的方法来留住我 那天我提出了分手 胡文 我想了很久 我们还是分开吧 你又玩真心话 大冒险输了 怎么又说这种话 宝宝 别开玩笑了 今晚吃什么 我做好了 去接你下班 怎么不回我 怎么了 再不回处他后 他甚至主动泡冰水 希望通过生病来挽留我 最后在医院 一边挂水 一边喝说 卓凡 你不要再和我开玩笑说分手了 好不好 最后 赵卓凡没再提分手 说完 赵卓凡推了推眼镜 向着维希希解释 是自己优柔寡断 和胡文提了分手 却没有果断分开 还开始追他 并且解释 一个月前 他和胡文彻底分手 才正式提出 和维希希在一起的 并且为之前没讲这些 告诉维希希 而导致现在这个情况到了浅 卓凡 我想冷静冷静 维希希听到赵卓凡的解释 脸色也沉了下来 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两人先分开一段时间 赵卓凡一脸惊讶地看着维希希 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听到的话 希希 为什么要分手 他紧张地握住维希希的手腕 因为我很喜欢你 可是我喜欢的你 说到这维希希的话语 停顿了下 把自己的手 从赵卓凡的手中抽了回来 可是我喜欢的你 同时伤害了两个女孩 所以 我们先分开吧 你在我心里 是个很优秀的男人 我知道你可以把这件事处理好的 处理好之后再说吧 说吧 维希希离开了奶茶店 而另一边 未来的胡文 正在给自己打电话 出谋划策 他告诉现在的自己 要彻底从赵卓凡的视线里消失 喂 胡文 怎么不回答 你在听吗 可是电话那一头 迟迟没有回复 胡文 你在吗 而另一头 胡文的门外传来了赵卓凡的声音 我想和你谈谈 胡文颤抖地在想 要不要打开门 最后 胡文的手 慢慢伸向了门把手 这时 突然伸出了另一个手 一把拉住了他 胡文转头一看 是康源 并且 他正在不停摇头示意 门外的赵卓凡 见门内没动静 叹了口气 并解释 这次来 是想和胡文好好谈谈 关于维希希的事情 并且求道 我知道你恨我 怨我 但你别去找他的麻烦可以吗 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可以打我骂我 都是我活该 但他没有错 这一刻 胡文如遭雷击 才深刻地理解 妮皮说的话 有来有往才是爱情 单方面的付出 只是自我满足的牺牲 自己付出了八年的点点滴滴 也比不过新欢维希希 对他一个告状 康元看到这一幕 一把拉起胡文 让他回房间 表示他来收拾黄鼠狼 赵卓凡 够了吗 康元等到胡文走后 一把打开了房门 是是是 维希希没错错的是胡文 他错就错在瞎了眼 才看上你这智商250的男人 康元愤怒地指向了赵卓凡 要不要我在你们公司立个牌坊 告诉所有人 你和维希希 才是对爱情忠贞无比的烈男烈女 康元 你怎么也变得这么无理取闹了 赵卓凡看到康元这么生气 不免也有些慌张 怎么 难道还要让我抬着大叫 再歌再舞 欢迎你来我的地盘撒野 康元也是毫不客气地回怼的 卧室门内 听着门外的争吵 胡文哭了起来 他想到平时文弱的康元 此时不顾形象 像泼妇一样为自己出头 这让他更加厌恶 昨天愚蠢地去找维希希 并下跪的自己 那天胡文就这样 听着他们争执 渐渐地哭到昏睡了过去 醒来后 胡文的脑子无比清醒 像是顿悟了一切 他终于知道 爱情里的委屈求全和痛不欲生 都不应该让自己坍塌成为 需要别人怜悯的模样 不管谁离去 或者进入自己的生活 都应该保持自我 胡文无比坚定地告诉自己 要活得比以前漂亮千倍万倍 想到这 胡文向着十年后的自己 妮提打去了电话 妮提 我可以做到不再联系她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不是想和别人证明自己有多好 而是想为了自己而活 后来 按照妮提的计划 胡文辞职了 开始去面试服装设计相关的工作 您好 我叫胡文 面试上 胡文落落大方地 向面试官自我介绍道 面试官一边看着胡文的简历 一边让他坐下 我就开门见山了 看您简历上毕业后 没有从事相关的工作 经验为零 面试官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嗯 是的 我毕业后 没有选择相关的专业 但大学四年专业成绩 都是低名 胡文紧张地为自己解释道 面试官听到了 也是评价胡文作品还不错 但作品过于学院派 不适合市场 并询问他 有没有别的作品 啊 有 这是我最新设计的婚纱 胡文急忙拿出了 自己设计的婚纱稿件 嗯 不好意思 我直说了 有点吐气 面试官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偶像剧里的女主角 如果遇到这样赤裸裸的评判 会直接大骂 面试官不懂 欣赏自己 然后先捉走人 但是胡文需要这份工作 让自己活下去 想到这胡文连连表示 对面试官的评价没有意见 并且表示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强 可以学习 聊了大概半个小时后 面试官对我说了一句 好 我大概了解了 谢谢您今天来面试 回去等通知吧 听到这胡文叹了口气 并向面试官鞠躬道谢 谢谢您愿意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 面试又失败了 在离开后 胡文眼带泪水地想到 另一边 赵卓凡的公司 他的下属正在和他汇报工作 这是我给魏公司做的方案报价 您看看有没有问题 赵卓凡的下属 向他汇报道 赵卓凡惊讶地看向下属 在他的印象里 魏的项目是韦西西负责的 下属也是解释 之所以他负责这个项目 是因为魏西西请了年假没来公司 听到魏西西还没来公司 赵卓凡将资料还给了手下 并想让他打电话 叫魏西西回来负责项目 下属就要开会 怕他不靠谱 下属也是面露难色 和赵卓凡解释 魏西西一下子请了一周的假 联系不上 听到这赵卓凡脸色一变 把资料往桌上一丢 示意下属出去 并表示自己联系魏西西 下属脸色难看地 离开了赵卓凡的工位 而魏西西提出分手后 赵卓凡联系不到他的传言 也在公司里迅速传播开 一出办公室 女下属就和同事吐槽 下午的会议赵卓凡自己去 不带上他 并表示自己觉得 自己并不比魏西西差 同事们也议论纷纷 这个项目并不是什么 特别重要的项目 非要指定人选 难道他和魏西西的传言是真的 这时 黄衣女神色魔鱼道 听到这句话 黑衣女连忙打开了职场匿名 屁屁 并向两人展示上面的照片 上面置顶帖子的照片 赫然是胡文 正在给魏西西下跪 评论区也是将两人的 基本信息暴露了出来 并且两方观点互不一样 吵得不可开交 几人连忙聚到一起吃瓜 并确认照片上的女人 确实是赵卓凡的女友 和魏西西 并惊讶 魏西西平时待人很好 怎么会做出 让人下跪的行为 而另一边 此时艳阳高照胡文收到了 之前让他等消息的公司的offer 他本以为自己没有机会 再坚持做服装设计师的梦想 于是胡文沾沾自喜起来 坚信一定是自己 用心设计的婚纱 打动了公司 想到这马上加快了脚步 向着公司赶去 我叫胡文 我是来入职的 HR告诉我来了 找文琪小姐 进到公司 胡文就找前台 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我就是文琪 正好这时 文琪走了出来 并将胡文 带到了她的公位上 并表示自己 就坐在她边上 胡文 你在这呀 我说怎么到处找不到你 这时 路过一个身穿红裙的女子 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Lisa 你也真是的 胡文入职完 也不带她来见我 看到这人 胡文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录取 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天赋异禀 来人一把抱住了胡文 好久不见了 老同学 而是别人怜悯的施舍 但她并没有失落 因为幸运的是 自己曾经丢弃的事业和梦想 要开始重新开始了 老同学 欢迎你加入哈 松开拥抱后 来人握住胡文的手欢迎道 这人正是哈时尚集团设计总监 也是胡文的大学同班同学张旭南 大四时 家境停寒的她和胡文 一起个去争夺全校唯一一个 去米兰留学的全额奖学金资格 当时的胡文 毫无疑问地拿下了第一名 获得了资格 而第二的张旭南 只能在角落 看着第一名的她 获得资格的人 意味着可以免费进入梦想中的艺术殿堂学习 获得第二的张南旭 好不容易也到米兰入了学 兴冲冲地问胡文什么时候来 没想到 胡文却在临开学前 为了赵卓凡做了逃兵 在最后通电话的时候 电话那头没想到 胡文为了赵卓凡 留在了北京 生气地质问她 而胡文一句话也回不出 此刻 胡文才恍然大悟 时尚工作经验为零的简历 其实连面试资格都没有 而她是被走后门录取的 怎么了老同学 见到我都不兴奋点 见胡文没反应 张旭南又抓住胡文肩膀摇了摇 只是有点紧张 怕做不好给你丢人 胡文略微紧张道 嗨 紧张什么呀 你以前可是学霸 有什么不懂的问 类似就好 她负责带你 张旭南示意胡文 不用介意 而几人的谈话 也被后面的其他员工听见了 胡文也是略带尴尬地表示 自己会努力工作的 听到这 张旭南挥了挥手 表示自己有个项目要做 便离开了 见到总监走了 Lisa也让胡文别待在原地 并给她安排了任务 她递给了胡文一本资料 并告诉她 资料上这家外企需要派一些员工 去法国总部晚宴 需要去他们公司测量下身体数据 并做好造型搭配 而胡文在拿到资料的第一时间 就愣着了 资料名单上第一个名字 赫然便是赵卓凡的新女友 维希系 边上的Lisa看胡文拿到资料 一脸为难的样子就问她 你不想去 听到Lisa的话胡文马上清醒了过来 扭过头告诉Lisa 现在就去 很快胡文到了目标公司 开始测量了起来 手脚麻利的她 很快就完成了一个员工的测量 测量完成后 胡文便让女员工出去 并通知下一个人进来 而名单上的下一人 正是维希希 看到了员工名单上维希希的名字 测量完成的员工说她请假了 胡文有点尴尬 维希希请假了 可今天她必须拿到所有人的数据 这时 测量完还没走的员工突然发现 胡文看起来有点眼熟 马上 就联想到了 在公司传得沸沸扬扬的照片 给维希希下跪的女人 不就是她吗 她惊讶地想到 随即改变了主意 毕竟昨天赵卓凡才让她难堪 她倒要看看 赵卓凡怎么处理自己前女友 随后她咳嗽两声 表示正好他们公司赵经理 要维希希下午回公司 并可以带胡文去见赵经理 可以的 麻烦您了 胡文感谢道 此时的办公室中 赵卓凡正在看着文件资料 赵经理 有人找维希希 我把她带过来了 女子将胡文带到了赵卓凡面前 坏笑地看着赵卓凡 胡文看到眼前的人 神色尴尬 玄机扭头准备离开 这时赵卓凡就一把抓住了她 文文 赵卓凡惊讶到 她没想到胡文会找过来 你来我公司做什么 赵卓凡双手一拍桌子 向着胡文质问道 你要找维希希 我以为 康源已经和你转达了我的意思 眼前的赵卓凡 让胡文觉得那么熟悉 却那么陌生 熟悉的是保护女朋友的样子 陌生的她 这次要击退的是她 赵经理 如果你不知道维小姐在哪 胡文沉下了脸色 那我先走了 胡文扭头就想离开 没想到 之前带她来的女人 突然开口挖苦赵卓凡 赵经理 你为了维希希 要赶走前女友啊 听到了这句话 办公室里其他的同事 纷纷向赵卓凡看了拐 不是 误会 你别嚷啊 赵卓凡慌乱解释了起来 胡文 你和她解释解释 慌乱之中 赵卓凡向着胡文求助 解释什么 解释得轻慢 胡文想到解释 我付出了八年 还是解释 你看到我来公司 不是开心 而是害怕 胡文想到 既然这么好面子 为什么还要出轨 赵经理 失陪 胡文一字一字地说完 转身离开了赵卓凡的公司 此时的哈时尚集团 哲亚正在处理工作 旭南 听说你最近给公司招了个关系货 正好这时张旭南路过 哲亚便向他问道 Lisa又打我小报告 张旭南也是毫不意外地问道 哲亚也连忙表示 不是信不过他 只是听说 这女孩没有任何时尚经验 想了解了解 张旭南听到了他的话 让他别操心 并告诉了他一个重要消息 谢帅 他知道哲亚回国了 又是平凡的一天 胡文正收拾好了 准备去上班 没想到打开了门 却在门口发现了赵卓凡 我等你很久了 赵卓凡看到胡文就说出了 自己等了很久 有事吗 胡文也是不客气地会问 赵卓凡激动地抓住胡文 质问为什么 把他给维希西下跪的照片传到网上 并埋怨胡文 为什么总是这么极端 让他别伤害维希西了 人言可畏 这让胡文想起了 自己小时父亲的死亡 文文 如果爸爸不在了 你会难过吗 那时的父亲这么问他 不会啊 我要去找妈妈了 幼时的胡文 也没放在心上 转身便准备离开 没过多久 他的父亲就自杀了 葬礼上 胡文被许多人指责 众人纷纷议论 他是他父亲最后的希望 却没有劝住他父亲 反而成了压垮他父亲的 最后一根稻草 学校里 同学们也都说是胡文 害死了他爸爸 并一起孤立他 无力辩解 心里所有情绪 都被堵了出口 无处释放的感觉 和现在一样 而胡文 也不想经历这种感觉了 不是我发到网上的 他开口解释道 这一切因我而起 我不想解释什么 也许我离开你 我们才会各自幸福 所以 别来找我了 说吧他越过了赵卓凡 向着屋外远去 到了公司 胡文还在思考 究竟是谁发的照片 胡文 发什么冷呢 Lisa看到胡文在发呆 冷不丁提醒了他一声 今天 Martin拍封面 赶紧去拿借拍的服装 Lisa看到胡文回过神来 马上安排了他今天的工作 胡文马上答应了下来 准备去工作 这组拍好了 麻烦准备下一套造型 而另一边 Martin的拍摄工作 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几位工作人员 正在协助他一起拍摄 而胡文 也拿到了下一件 准备给Martin的衣服 胡文 听到了这个名字的Martin 突然注意力集中了起来 他想起了以前的一位故人 十年前 Maitre小时候 一人在江边站着 准备轻生 而在他最无助的时候 重新给予他希望的 不停给他做人工呼吸抢救的 那个时候的女孩子 就是一个叫胡文的女孩子 会是他吗 而此时 胡文发现了 收到的外套 有点不对劲 Lisa 这件外套上的刺绣 是坏的怎么办 他连忙询问Lisa 怎么搞的 这件事 电货不能有半点损坏的 这样吧 我先给Martin 搭配别的造型 你自己想想办法解决它 说着Lisa急忙离开去 准备起了不救措施 当时的胡文的头脑 一片空白 整整一天 胡文都在为了修复衣服 到处奔波 没找到一处 便询问能不能修复衣服 可是找遍了各种老艺人 工作室 甚至去一些服装制造厂询问 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拒绝 Lisa 找不到可以修复衣服的人怎么办 无奈之下 只能打电话给Lisa Lisa那边无奈地回复 那今天先不拍这头 不过衣服是要完好 还回去的 让胡文再想想办法 到底要怎么办了 胡文挂掉电话 抓狂地喊了出来 而另一边的化妆间 众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化着妆 Martin 咱们剑缝插针 趁着你补妆采访下你 这时 记者对Martin 提出了想采访他 Martin 也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Martin 你以前是胖小子 现在身材却是肌肉型 是因为想做模特 所以才健身吗 记者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不算是 Martin回答道 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 我才彻底决定改变自己 啊 是喜欢的人吗 记者也没想到 能问出这么劲爆的话题的答案 是初恋 也是想保护的人 更是信念 一直以来 坚定活下去的信念 随着问题的回答 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 小时候他意外落水 是胡文给他做人工呼吸 救下了他 他对当时胡文说的话 还记得一清二楚 求求你 不要离开 不要像爸爸一样 女孩一边救他 一边祈祷 而Martin 也是把水吐了出来 醒了过来 你醒了 太好了 看到他醒来 胡文激动地说 然而Martin 什么都没说 站了起来 转身大步离开了现场 那时的胡文 见到了这一幕 不由地喊住了他 我救了你 连句谢谢都不说吗 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的人 都这么冷血吗 天啊 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 对 我没有教养 Martin 被戳到了痛点 气愤地 转头看向胡文 因为 我妈难产死了 我爸抛弃了我 男孩对着胡文大喊道 满意了吗 你自以为是的救了我 是不是以为自己很高尚啊 他激动地指向了女孩 对不起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这种伪善的人 说不定 你现在心里想的是 我怎么会救了这样一头蠢猪吧 当时的他 想到了自己被校园霸凌 还有同学们的嘲笑 只觉得 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太艰难了 我能改变什么呢 他哭着喊道 胡文感觉到了男孩的绝望 轻轻抱住了他 而在那一刻 男孩神气般地感受到了温暖 坚定地如温训的浪潮 轻轻地将他包围 抚平着内心的痕迹 没关系的 那时的胡文 想他安慰道 我爸爸因为我说错了一句话 自杀了 所以我也会被别人咒骂和嘲笑 胡文向着Marty说道 可是 这不是逃避的理由 说着 胡文取下来自己手上戴着的手镯 这个送给你 说着 把手镯送给了Marty 并且鼓励他 答应我 你也要和我一样坚强地活着 回忆到这 Marty高兴地想到 胡文 兜兜转转我还是找到你了 另一边赵卓凡公司内 维希西终于回到了公司 你终于回来上班了 太好了 你不知道 你请假这几天 好多项目不是你对接 我推进起来都很棘手 赵卓凡拉住维希西的手机动道 其实我想你了 这些天联系不到你 我心里真的好难受 卓凡 我辞职了 维希西冷眼看着眼前的男人 我今天只是回来办离职手续 啊 赵卓凡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维希西 哈哈 希西 你还是别开玩笑了吧 赵卓凡打着哈哈道 心里却想是因为 看到了网上传的照片压力太大 上面的评论都在骂她是小三 是我给你带来了不幸 让所有人都误会你了 所以我选择离开 维希西说出了自己离职的原因 果然是因为舆论压力 赵卓凡暗自想到 都怪自己没处理好 所以胡文把照片传到网上 才会引起流言蜚语 希西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想到这她赶紧向维希西道歉并安慰 卓凡 请别这样说 是我不好 是我给你带来了不幸 让所有人都误会你了 维希西温柔地对着赵卓凡说 你也不必自责 我只是承受不了这么复杂的事情 所以决定离开 这样就可以证明你的清白 听到维希西这么说 赵卓凡暗暗自责 希西真的太善良了 都是我的问题 要是自己之前彻底和胡文断开 再追他就不会这样了 并决定以后一定要好好对他 不能辜负他 另一边 维南约了胡文到高级餐厅聚餐 那是平时他和赵卓凡 不敢踏入的高级餐厅 令人唐木的菜品和价格 还有听不懂牌子的红酒 原来从毕业那一刻起 胡文和维南各自的选择 就将两人的未来 划分成两个轨迹 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几杯酒下肚 两人好像又回到大学时 一敌一友的状态 彼此分享着这几年的经历 赵卓凡就是个渣男 我真的看走眼了 很后悔 当年没有和你一起去米兰 真的 你和罗泽波怎么样了 胡文和维南 聊起了各自的男友 维南摆了摆手 别提了我 出国不到一个月 他就无缝连接 和另一个女的在一起了 胡文 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安全感 真的 维南 我想问你个问题 听到了维南的话 胡文尴尬地向着他问道 当年的事情 你恨我吗 维南则是淡定地说 恨 我没理由恨你 我当时就是没得到第一名 你去不去也都是你的自由 是我没实力 那 你为什么帮我进公司 胡文好奇地问道 维南沉默了会 想起了以前的回忆 维南 我好粗心 这次期末设计的布料 又买多了 你看看这些你用得着吗 胡文抱着一堆布料 问向了维南 用得着 我正好缺这个材质的 我给你算钱吧 维南尴尬地说 别了 我还得感谢你帮我处理掉呢 谢谢你胡文 想到这一幕 维南暗自向胡文道谢道 谢谢你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用朋友的方式 保留我的尊严帮助我 所以 我也要用自己的方式 帮助现在的你 因为 我最讨厌你这种人 回忆过后 维南毫不犹豫地说道 明明比我有天赋 却混成这个样子 有意思吗 那一刻 胡文为自己的小肚鸡肠而羞愧 没想过这个老同学 其实只是拉了自己一把 并且下定决心 一定更要加倍成长 才能对得起维南的一番心意 第二天一早 胡文带着补好的衣服 到了公司 Lisa姐 衣服补好了 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胡文一边说一边想 衣服补好了 Lisa也会很开心吧 不用赔钱了 哦 昨天不是说没办法解决吗 怎么又不好了 Lisa问道 我假装客户打电话到那个店单 说 想要知道他们 这款高定的 胡文话还没说完 就被Lisa打断了 并让他把衣服放架子上 对了 明天就是周五了 记得给我 SORING的秋季款式和价格 Lisa并没被胡文完成任务而惊讶 随即又对胡文下了一个新任务 哦 在这 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没想到 胡文已经准备好了 并将资料 递给了 Lisa 你是怎么做到的 Lisa惊讶地看向胡文 Lisa 我怎么做到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就像刚才我把衣服补好 也不需要和你汇报过程 一样对吗 胡文说道 嘚瑟什么 肯定又是张旭南帮了你 没实力的关系胡 Lisa暗自想到 另一边 Martin的经纪人 也把胡文最近的情况调查清楚 告诉了Martin Martin生气地将饮料瓶摔在地上 愤怒地说 太可恶了 他前男友怎么可以这样 哎 都怪我没能早点找到你 情绪过去后 Martin暗自想到 这十年 你究竟经历了什么 另一边 维希希家楼下 赵卓凡在不停地给维希希打电话 然而一直没人接听 维希希辞职之后 再次消失了 赵卓凡疯了一样 在他家楼下等了好几个晚上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而此时的维希希 正在泰国旅游放松心情 四日 Martin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拍摄 Martin 真的很抱歉 让您重拍封面 衣服已经修好了 这次保证不会出问题了 负责人诚恳地道歉道 没事 应该的 Martin回道 Lisa 四绣不是已经补好了吗 为什么我们还要买下来 拍摄现场 胡文向着维希希问道 姐姐 用你的脚趾头想想 还回去被他们发现重补过 公司还能借到衣服吗 Lisa告诉了胡文买下衣服的原因 蠢货 张旭南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一边说 一边暗自吐槽张旭南看人的眼光 抱歉 Lisa 我当时收货的时候 的确是完好的 可能 胡文道歉的话说到一半就被Lisa打断了 行了 我告诉过你要时刻检查吧 不是人人接你吗 没空听你解释 说着一把抢过了衣服 胡文不由地觉得有点委屈 好了 你委屈 我还委屈呢 我也要交罚款的 受得了就成长 受不了就走人呗 Lisa拍了拍胡文的肩膀 Lisa 抱歉我明白了 这件事是我没跟进好 胡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嗯 等会去财务那交钱吧 今天的拍摄我来跟 Lisa看到胡文的表现 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又安排胡文和另外的同事 将旭南次日要用的表做出来 于是 Martin和胡文又擦肩而过 办公室中 胡文和同事们正在坐着报表 胡文打开了借钱软件 借了两万元准备交罚款 小林 我来缴今天入库的那件高定外套的费用 一万九千八对吧 借完后 胡文来到了财务准备交款 然而财务告诉他那件衣服 已经被Martin买下来了 Martin买下来了 胡文惊讶地问道 Martin 这次去时装周面试的摩卡你看了吗 另一边保姆车上 Martin的经纪人 正和他交流着工作安排 还有今天为了补拍封面推了一个采访 我约对方进行邮件采访 等会你回家答一下 经纪人滔滔不绝地讲道 然而Martin完全没理他 盯着手机思考着什么 手机上赫然是他刚刚通过的 胡文的好友申请 胡文聊天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出了自己的工作失误 并想把衣服的钱赔给他 而Martin表示不用放心上 只是他喜欢这件衣服 正好买下了 请他吃个饭就好 胡文也是表示吃饭没有问题 就是怕麻烦到Martin Martin表示不会 反正衣服是难款 胡文买下来也穿不了 别放在心上 我会一直一直毫不犹豫地走向你 拼尽全力 为你保驾护航 Martin暗自想到 一边想着一边打开了胡文的朋友圈 看着他的日常生活 感觉好奇妙 分别十年在遇见后 迫切地想要了解他的一切 翻越了所有的朋友圈 也还是一由未尽想到他 就会不自觉地微笑 马丁为什么要买下衣服呢 另一边的胡文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哎 文悦 就你吗 其他人呢 等到胡文反应过来回过头 办公室就剩下他和另一个同事了 张玲玲说要给男友过生日 陈旺松说他头晕都走了 今晚我和你一起加班 做完表格 同事告诉了他 就剩他们两人这个消息 那天 因为同组的实习生临时开溜 四个人的工作量 堆积在了胡文和杨文月身上 由于数据非常多 整理起来异常繁琐 一忙起来就接近凌晨两点了 喂 康元 我今天可能要加班到三点左右才能回家 你别反锁一看时间已经到了深夜 胡文给康元打了个电话 而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的胡文 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极限 脑中思绪已乱成麻 在售出的数据后面多打出了好多个灵 知道了 我的女强人文文 注意点身体 我等会给你煮牛奶 你回来可以喝 另一边的康元正在和一个男人温存 接了胡文的电话 笑着回复道 另一边杨文月看到胡文打的二十万也是惊到了 他怎么回事 售出栏里面输入了那么多个灵 另一边康元准备吃避孕药 并让男友洗个澡走 等会胡文就回来了 而男人也是答应了他准备洗澡离开 等康元不注意 打开了手机 微信记录中 赫然是正在和另外一个女人聊天 那时候的康元 并不知道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轨迹 他恋人的秘密 在黑暗中潜伏着 等待着滑破平静后的爆发 随时吞噬他的人生 次日 由于胡文输入的数据有问题 很快就被Lisa发现了 他将资料往桌子上一丢 质问众人都不会检查吗 几人说不出话 面面相去 死发女连忙辩解 不是自己输错的 并且 在心里暗骂胡文 Lisa听到他这么辩解 心里气不打一出来 对着紫发女 就是一段言语炮轰 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委屈 并点破了他和另一个男同事提前开溜 造成胡文两人加班到四点试试 说到这 Lisa转头看向了胡文 沉着脸色告诉胡文 表里的所有数据都对今年的销售规划 甚至品牌策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而因为四人的工作失误 今天公司开不了会 让众人好好反省 听到这 胡文主动向前走了出来 抱歉 Lisa 是我的责任 让我来承担 这一刻 胡文下定了决心 以后绝不再犯错 时间来到了次日 胡文答应了Martin一起的吃饭 并和他朋友一起去音乐节玩 而胡文也穿着打扮了起来 换上衣服后 胡文问康元 自己这一身是不是太露骨了 并想换成T恤 康元则是笑呵呵地打去 亏胡文还在时尚行业工作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种浪中带点清新 表中还带高级 漏肉不是清纯的裙子 更别说今天和胡文参加的音乐节 还有一堆高个子帅哥 更要精心打扮 很快两人就到达了音乐节现场 和Martin会合了 音乐节的现场气氛火热 现场一群人随着台上的歌手呐喊 挥舞着手扭动着身体 胡文感觉自己仿佛刘姥 进入了大观园 而康元也是很快融入了氛围 和胡文说了一声便去玩了起来 康元刚走 Martin便趁机来到了胡文面前 胡文 加入我们 放松一下吧 说着 Martin对康元伸出了手 胡文迟疑了会 答应了下来 并说自己身体僵硬 不是很会跳舞 Martin则是告诉他没关系 大家都是群魔乱舞 跟着他一起做广播体操就好 然后 两人真的在人群中 跳起了广播体操 渐渐的 胡文开始跟着节奏跳动起来 这一刻他感觉整个人都被激活了 DJ加快了音乐节奏 大家跟着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呐喊 人群在音乐的海洋里狂欢起来 Everybody Love和Peace 气氛很快到了高潮 DJ邀请众人和他一起 摆起爱的手势 而胡文从来没参与过音乐节这类活动 并不会摆这个姿势 这时 Martin一把抓住胡文的手 帮他摆出了姿势 好了 这就是爱 马丁对着胡文温柔道 接着 马丁又被拉上台 做了跳水的动作 之后还有各种各样 让人释放情绪的活动 例如开火车 大家尖叫着 跳动着 摇摆着 忘记了生活里的一切不开心 最后 突然从舞台处 放起了几个冲天梨花 漫天梨花飘落在了人群中 如梦似幻 游荡在空气中的草地 和泥土的柔软气息 夹带着青春荷尔蒙 和音浪一起袭来 胡文被眼前的景色震撼到了 这时他看到了在人群中快乐摇摆的康源 便笑着一起加入了进去 释放着情绪 马丁看到胡文玩得这么开心 也是高兴地笑了起来 几人尽情释放 如同置身室外 而城市的另一边 有人仍焦虑万分 维希希家中 维希希正在浏览着手机 而评论区里 充满了对她的攻击 并且公布了她的个人信息 这时 赵卓凡又给维希希打来了电话 喂 思前想后 维希希终于接起了电话 你终于肯接我的电话里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真的好担心你 你别自己承受一切好吗 我就在你家楼下 赵卓凡见维希希终于接了电话 马上关切地说了一大段话 然而刚说到一半就被维希希打断了 卓凡 你回去吧 维希希沉声道 希希别这样 我给你炖了鸡汤 还买了些药 让我给你拿上去好吗 此时的赵卓凡 做着和以前胡闻一样的事 一样的卑微 抱歉 让你担心了 维希希下床打开了灯 我觉得我们已经分手了 就不必要再联系了 维希希绝情地说 希希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会勉强你什么 我只想好好照顾你 好不好 赵卓凡苦苦哀求 并表示自己会一直在楼下等她 而且 以后不会让维希希受任何委屈 而此时 赵卓凡没注意到 维希希来到了她的身后 两人对视 维希希的眼中泛起了泪花 卓凡 我们谈一谈吧 维希希对着赵卓凡说 看到眼前哭出来的维希希 赵卓凡无比心疼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该死 赵卓凡咬牙道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希希 赵卓凡柔声说 看着眼前的赵卓凡 维希希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抱歉 我辞职一走了之 公司里的流言蜚语 扔给你一个人承受 维希希哭着向赵卓凡道歉道 我不在乎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在乎 因为 我真的很喜欢你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赵卓凡激动地向维希希说 就这样 维希希和赵卓凡复合了 赵卓凡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答应维希希 以后不会再做出这种事了 几天后 晚上康源突然叫胡文出来谈一些事 康源一边吃瓜 一边让胡文猜他在公司遇到谁了 胡文漫不经心地问是谁 康源看到胡文毫不在意 说出了一个胡文感到惊讶的名字 维希希 而胡文的手机上 正好刷到了赵卓凡的微博 文案则是今天亲自为我家病号 做了爱心晚餐 康源还说 他们的面试官对维希希赞口不绝 并且觉得他很有实力 说着 康源还气鼓鼓地表示 一想到维希希和赵卓凡的事 就想撕烂他 而此时 胡文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原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 可看到维希希开心的笑脸 胡文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以前他和赵卓凡在一起的时候 他没给胡文做过一顿饭 胡文颤抖着 假装大方地给这条微博点了个赞 却心如刀割 随即告诉康源 自己头有点痛 回房间休息了 便离开了客厅 回到房间 胡文并没休息 而是向十年后的自己 Micky求助 他告诉Nicky赵卓凡 和维希希复合了 还在朋友圈秀恩爱的事 看得他很难过 而Nicky听到了 也是安慰他 有什么好难过的 只要活动更精彩就好 并提到了 最近和胡文关系比较近的Martin 表示能帮胡文搞定他 胡文也把马丁约自己周末去彩虹跑的事 告诉了Nicky 而且根据Nicky的指导 他现在只说了 还不确定时间 还没答应 Nicky听到马上夸他做得对 越喜欢说不的女人 男人越想追到手 并告诉胡文 想占据主动权 让男人等一等是应该的 只要你有价值 就可以成功 并且告诉胡文 他的形象还需要提升 比如改个发型什么的 突然 胡文的微信朋友圈 传来了一条消息 赵卓凡给胡文以前刚分手时 健身房健身的朋友圈点了个赞 胡文马上从床上弹了起来 连忙问Nicky赵卓凡 给他点赞了怎么办 Nicky则是埋怨胡文 先给赵卓凡点赞 让赵卓凡知道了 胡文在关注他 不过还有个好消息 这说明胡文比以前更有魅力了 赵卓凡翻看他的朋友圈 是开始对胡文进行情感投资了 说到这 Nicky断了下话头 并解释 赵卓凡的点赞也没别的意思 只是在试探胡文是不是还在留恋他 并吐槽 男人就是这样 总想要证明自己有魅力 所以喜欢范茧 说吧 让胡文将和Martin 去音乐节的照片传朋友圈 并且不要再搭理赵卓凡 挂断电话后 Nicky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要把十年前和赵卓凡复合之后 所受的所有屈辱 都加倍还给他 另一边胡文在挂断电话后 也是马上按照Nicky的安排 发了朋友圈 准备钓鱼 几日后 胡文去公司上班 正好是大晴天 胡文和同事 今天的任务是出去调研 没想到同事张玲玲又撬班了 杨文月说 张玲玲请假的理由 是有皮肤病 不能晒太阳 胡文眼角一抽 准备把这个状况汇报给Lisa 同事马上劝他 别汇报 没啥好生气的 胡文马上反驳 站在领导的立场 肯定希望团队每个人都在努力 把事情做好 杨月文则是平淡地说了句 胡文和他都不是领导 做好自己就行 并说张玲玲偷懒 是他自己的事 税用期结束了 就会被淘汰掉 并且规划好了两人的分工 他去和店长问销售情况 胡文则是观察顾客 对什么款式感兴趣 胡文答应了下来 但还是决定把情况汇报给Lisa 而另一边 一对看起来像情侣的人 正在边打情骂俏 边走向店内 胡文转头一看 居然是康元的男朋友陆叶 胡文赶紧躲了起来 并惊讶他 怎么和另一个女的那么亲密 想到这 胡文不由地猜测 一起的这个女的会不会是小三 想到这 胡文打开了手机的相机 拍下了两人的亲密照 晚上 餐厅内 赵卓凡正在给维希希 介绍餐厅的招牌菜 并表示 这家餐厅很难预约 是为了庆祝两人复合才预定的 而相对赵卓凡的热情 维希希则是不嫌不淡地回应了一声 赵卓凡看到维希希反应平淡 紧张地问这家餐厅口味怎么样 维希希平静的评价 挺好的 赵卓凡不由地有点尴尬 暗想 既然维希希喜欢这家餐厅 为什么没表现出任何惊喜 毕竟这家餐厅是真的难预约 价格也非常贵 想到这 赵卓凡提出 为了庆祝复合 两人干一杯 维希希则让她别急 酒还没醒 又一次打断了她 赵卓凡尴尬地挠了挠头 放下了手里的红酒 就在赵卓凡挠头的时候 维希希发现了赵卓凡手上的一些异常 于是 她便拉住了赵卓凡的手 向着赵卓凡 感谢今天带她吃这么好吃的菜 她很开心 赵卓凡也是高兴地说 维希希 你开心就好 但赵卓凡没注意到 维希希眼睛注意的地方不对 她正看着赵卓凡手上的手表 而这手表 正是她和胡文见过的同款情侣表 维希希捧着赵卓凡的手 温柔道 卓凡 这是情侣表吧 真好看 我在杂志社 好像看到乖 嗯 这个 赵卓凡连忙抽出手解释 是情侣表 对不起希希 这表是胡文送给我的 我带习惯了 看到赵卓凡的表现 维希希心情沉重了下来 卓凡 你好像还没有完全忘记胡文姐 你还想着她 却和我恋爱 对你自己不公平 虽然我很爱你 但希望你能忠于自己的感觉 听到维希希的话 赵卓凡急忙想把手上的手表摘下来 我以后不带了 希希你别生气 看到赵卓凡焦急的样子 维希希笑了起来 说自己并没生气 也没怪她 让她不要紧张 并且以后来帮她保管 这个珍贵的手表 赵卓凡也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谢谢大家